利用自己的生理周期的一个魔法 你可能会发现的就是你的月经可能会越来越顺 或者是你会发现的就是你越来越有能量 精神越来越好 哈喽欢迎收看或收听这一集的粉红色巨塔 今天这个节目 我邀请你一起来发现 女生的生理期的四个阶段里面 可以变变变变出的魔法 那今天的开场白 因为最近大地震 所以我分享一个在我身上发生过的大地震的笑话 以前我在练习道瑜伽的时候 有一个算动作吗 它是要打开位于脊椎最底部的Condalini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把臀部抬起来 然后这样子撞击 撞击臀部三次 三组 三次这样子 然后在练的时候有一次 蹦 是在台湾 蹦蹦蹦 这样撞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的Condalini打开了 因为开始摇动 摇动 我想说yes 这一次终于中奖了 结果是地震 连房间都在摇动 我才知道 Oh no It's not me 再继续练吧 OK Anyways 所以女生的生理期 我不知道你跟你自己的生理期是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是很happy 是很期待 还是很 很烦恼的一件事情 那女生的生理期的月经只是女生生理期的其中一段而已 那今天邀请你一起来发现 在生理期就是从月经开始到下一次月经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段生理期的四个不同的阶段里面 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女生的周期呢 是跟天上的月亮有关的 所以女生的能量还有荷尔蒙的周期是需要一个月 差不多28到30天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世界运作 从我们小时的时候上学到现在长大工作的运作方式 都不太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它是一天的循环 就是早上起来工作 然后工作完毕就下班回家晚上休息 这样子的循环比较适合世界上的另外一半的人口 就是男性 男性身体里面荷尔蒙分泌是24小时的一个周期 所以他们晚上休息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再开始工作 再开始卖命 但是女生不一样 女生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更新 更新 新陈代谢等等 是需要28到30天的 也就是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就是女性 不适合现在世界在经营的模式 那但是这是大环境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就是帮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去做自己可以handle控制的事情 做一些小改变 等一下我要分享的可能你会觉得哇好像要太多做太多的改变 但是其实如果你可以选里面只要一个就好了 里面只要选一个 然后你来试试看 在这个月经到下一个月经这样子一个生理期的周期里面 试试看这一件事情 你可能可能就可以感觉到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希望这个可以给你更多的信心 可能下一个生理期开始那个循环的时候可以再加入两个三个这样子的来调理 那第一个的卖点呢 就是你不要听我的话 第一个卖点就是荧幕上的这个 这是2019年美国女子足球国家队赢了世界杯FIFA世界杯女子版本的世界杯 非常厉害了 因为他们的教练去寻找了如何可以让他们的队员可以更厉害的方法 就是靠他们的生理周期来跨什么时候休息 什么时候拼命的练习 然后什么时候等等等等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period tracking period就是月经 tracking就是记录 所以虽然period是月经 但是他记录的就是胜利期的四个周期 How tracking the period helped the USA women's soccer team win the world cup 你看哇全世界还有这整个球场都为他们欢呼 OK那这个博士 Dr. Georgie Boonvold 她也是一个女性她说period tracking帮助这个美国女子球队 帮助他们她说并不是只是帮助一般的生活而已 因为通常要通常关心自己的生理周期的人可能只有想要怀孕的妇女 但是呢她说运用生理期period tracking可以帮助女性知道什么时候最有活力 什么时候要在家里休息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计划那个最耗体力的运动 计划了有一个app 然后帮助每一个队员去知道说OK这个队员现在是在月经当中 还是排卵棋还是黄体棋还是绿炮棋这样子 然后教练就会给予不同的练习 比如说可能月经来了他们就完全的休息 但是呢排卵棋绿炮棋的时候就拼命的狂练 所以有这样子也可能甚至在比赛的时候 比如说谁月经来了OK那这个比赛就请你坐板凳这样子 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利用了生理周期里面的魔法 让他们变得更强悍的一个队伍 所以有的时候强悍可能是反而要退下来往后退一步 然后好好的休息才能变得更强 女生的能量就是这样子来的 OK那生理周期有四个 第一个是旌旗就是月经来了 第二个月经完了以后呢是绿炮棋 然后呢再来是排卵棋 再来是黄体棋 那右边这个图就是女生的四个主要的荷尔蒙 在生理棋绿炮棋排卵 还有黄体棋的不同的 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所以女生的荷尔蒙是28到30天为一个循环一个周期的 OK所以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就是比赛 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他们用的这个方法 像每一个每一段都有它的特色 然后如果可以在那个时间做对的事情的话 可以四倍四半功倍 OK所以第一个是旌旗 就是月经来了 通常它是一到四天 这个时候的身心状况呢 就是非常的累 能量低落 所以如果你月经来 然后你突然觉得哦好累 身体动不 就是手抬不起来 不想要动的话 那个不是你坏掉了 这个是你的身体 告诉你说 嘿我们应该休息了 因为那个就是月经来的时候 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平躺 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子宫要可以排经血 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这个是子宫要更新它的能量 把旧的东西洗干净 刷干净 然后呢新的周期才可以开始 那子宫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它是一个充满 它是一个肌肉的一个气囊 然后它边缘有非常多的威胁观 那这些微血管 是子宫它的肌肉 需要有力量去让这些微血管 就是不要在没有月经的时候 不要有血释放出来 但是这些微血管 并不是像身体里面 其他的血管一样 一样是就是好好的包覆起来的 因为子宫可能 就是它每一个月需要更新一次 需要流血一次 还有如果怀孕的话 这些血液需要进来去滋养 那个胚胎 那个baby 然后你知道那个胎盘啊 那个就是一个血做的盘子 所以子宫的墙壁 子宫外面的那些血管 它并不是 它是就是可以随时灌血进来的 那子宫的墙壁 它有一个气 它的气血 就是它的气 它需要hold住 hold back这些血 然后OK 下行器来了 能量来了 月经要发生的时候 它才让那些血冲进来 OK 所以月经来的时候 这四天 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要动 这样子 身体所有的资源 能量 热量 都可以支配到 唯一需要的地方 就是子宫 让子宫可以快速的写进来 清干净 然后停止写 开始接下来的一个月 这样子不会耗掉很多的能量 OK 所以累 能量低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胃口也可以 也会改变 OK 然后这个时候直觉非常的强 这是两半的大脑 左半右半 然后中间有一个有一层白白的膜 叫做 perian盘肢体 这个时候盘肢体会变薄 所以左脑右脑的传达会特别的旺 也就是说你不是只用某一个部分的大脑 你的大脑是可以整体一起运作的 所以这个时候最适合做的就是休息 不要忙 那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就平躺 如果不能平躺一整天 如果你的公司可以有月经价的话 可以支付不会扣薪水的话 请你不要客气 就好好用这个福利 因为你会 在你这个时候休息躺下来的时候 不是你累垮了 不是你倒了 不是你没有用了 而是你在存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 这个能量存下来可能可以让你永保年轻 yeah 或者更有活力 ok 那胃口会改变 所以不用设限任何的饮食 有时候月经好了 你会想要吃很奇怪的东西 这些奇怪的想法都是你的身体需要的滋养 因为就像下一个这里直觉墙 这个时候是在讲话的人 是你的你的子宫皇后 所以子宫皇后想要吃什么 你就喂他吃让他开心满足的食物 所以这个时候也适合躺在床上 然后连接你的内在世界 也聆听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这个一个月往哪是什么方向 或者接下来这半年往什么方向 这个是非常好连接自己的内在的一段时间 ok 所以就像我说如果你觉得太多太多的话 只要选一个来做 ok 好 月经结束了之后呢 大概第四天到第十三天是绿炮期 绿炮期就是子宫旁边的那个卵巢开始分泌荷尔蒙 然后里面的卵子开始要成熟成熟 然后到接下来一段排卵就是里面的绿炮有一颗 所以这段时间的身心状况跟月经的时候就非常不一样 心智非常敏锐 能量饱满 身体需要比较少的热量 这是绿炮期的特征 因为子宫刚刚更新完毕了 清理完毕了 所以这个是能量最棒的时候 这个时候适合做什么 就是想方案或者是计划 添满你的行事力 因为身体需要比较少的热量 所以如果想要减肥好好的瘦身的话 这四到十三天九天十天的时间是最适合的 这个时候也是身体非常想要动的时候 所以可以多运动 也就是说等一下会有一个周期是不需要运动的 所以我可以想像刚刚讲到的那个美国女子足球队 可能这个时候教练就会安排最 就一直锻炼一直锻炼一直精进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候 乌鸡泡期结束了以后 就是一个卵子排出来 卵子是身体里面唯一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细胞 非常大的一个细胞 通常排卵是一个三到四天的一个事件 像母鸡排卵的时候 她会跳每一天母鸡都会排卵 她会跳一个排卵舞下档舞 然后宣告世界就是我要下蛋了 我要下蛋了 然后下蛋完了以后她也会更开心的 你看我的蛋 你看我的蛋 这样子 所以女生排卵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嗨 她排卵的时候的身心状况 自信非常的高 心情很好 然后有强烈的社交感 然后语言能力她们有她们有侦测 这个时候语言中心 女生的语言中心会特别的发达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是演讲专家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安排你的演讲比赛 或者是演讲的期档 然后讲课的东西 就安排在你的排卵这几天 然后就会觉得 哇 滔滔滔滔不绝的这样子 就可以讲得出来 讲得很顺 然后都叮叮叮 很有道理 所以概念都可以连结起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就是 尝试新的东西 然后执行 刚刚绿炮期写的那些计划的那些事情 Do it 就是这三天 就是Do it 然后安排社交活动 或者是安排演讲会议 会议 因为社交感特别强 所以就是可以很融合的 去表达自己 然后 参加会议这样子 但是如果在上班工作的话 哪有老板会专门安排会议 就是刚好在员工排卵的时候 这样子也对对对对不上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在西方比较先进的公司 他们有开始利用女性的周期 来安排小组会议 还有员工的休息时间 因为他们发现就像美国女子足球队一样 他们有发现这样子可以提升效率 也就是说 呃 现在朝九晚五 周秋二日 这样子的cycle 很适合的是男性 男性的生理周期 但是女性的能量 就是女性的能量在run的时候 绿炮期到排卵这个时候 是源源不断的 几乎是可以不用休息的 也就是说从绿炮期 第五天到第十六天 这样子十天十一天的window里面 一个女生的员工 可以把所有要办的事情 全部都办完 他可以在这十一天里面 做完一个月需要做的量 但是现在的工作的时数 就是每一个礼拜都要操劳 特别是女生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 所以这一段 这一段我想非常呼吁大家 没有办法改变工作的组织 还有架构 但是可以做的就是可能下班的时候 或者是在自己的 可以控制的那个free time的时候 尽量的去执行 可以休息就休息 排卵期到高峰 接下来就要走下坡了 接下来是黄体期 黄体期是比较长的一段 因为前半段有月经 有绿炮 所以黄体期是十七到三十天 所以黄体期几乎可以到十三天 还蛮长的 这个时候荷尔蒙变化就非常的大 如果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图 排卵的时候至少他们都在高峰 除了黄体树以外 OK 然后至少在前面月经的时候 还有绿炮期的时候 大家都平平我很差不多 只有绿炮刺激素比较高一点 所以进入黄体期的时候 就是女生需要好好休息 因为这个时候荷尔蒙 还有心情变化会很大 然后这个时候就慢慢慢慢 要收工了 这个时候才是下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那个心情 就是ok goodbye 我需要我自己的时间 这个时候食欲会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 适合做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阶段 慢慢慢慢的收尾 事情的收尾 这个时候适合做的事情 就是代办事项 不要增加新的事项 刚刚在绿炮期的时候 列出的那些to do 就不要再加了 然后看到没有做完的东西 也没有关系 也就也不要强迫自己 一定要把它做完 就算了 就留到下一个月 下一个生理期 下一个月经结束之后 再开始做 ok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食欲上升 不要减肥 也不要限制饮食 然后特别如果是想要怀孕的话 黄体骑不要运动 而且不要减肥 不要限制饮食 他们还有发现 其实女生在这个时候 每一天可以多摄取250卡路里 250卡路里 就等于是一个三明治了 就小一点的三明治 或者是几个巧克力棒 这样子 每一天喔 所以这有13天 每一天可以多吃250 当然加加减点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如果follow这个 然后变胖的话 不要怪我 可是女生的身体 是充满魔法的 相信你有这个经验 就是很努力的减肥 然后节食 克制自己什么都不吃 没有瘦下来 但是反而开心的去吃 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然后就瘦下来了 女生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充满的魔法 然后这个魔法 一定就是让自己开心 可是黄体棋 这个时候因为黄体素 的原因 他需要多摄取荷尔蒙 尤其是 优质的脂肪 然后痒等等 ok 所以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就不要 不要减肥 不要限制饮食 如果吃的食物 可以多摄取高纤维的食物 可以帮助荷尔蒙的代谢 肠子里面的纤维 可以帮助荷尔蒙排泄出去 如果没有排泄出去的话 那一些比如说 雌激素啊 荷尔蒙 会再一次又被肠子的墙壁吸收 然后透过血液 又回到肝脏 然后肝脏又要再一次去 整理这一些废物 而且我 anyway 这样讲太多了 stop 就是这样子 现在只要知道这些就好了 这个时候适合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 适合 安排 按摩 帮助身体代谢 然后 帮助身体 迎接接下来的更新 就是 月经 所以现在 邀请我们的赞助商 蓝天女孩工作室 yes 蓝天女孩工作室 是位于罗东夜市旁边 专门 专门 调理腹腔 子宫 还有骨盆腔 的专门调理 yes 有美丽的执行师 就是我小尼 来负责 有非常多的疗程 所以 适合黄体骑做的疗程 喔!幾乎就是所有的疗程 比如说腹部生成的条理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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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内脏 我现在说话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不想要被微腹部罚钱 更新 能量更新 促进血 促进血液循环 OK 然后子宫 子宫正位 可以辅证 女性的能量中心 也就是 蓝牙女汉 也就是这个 podcast的名字 粉红色巨塔 粉红色巨塔 是另外一个疗程 就是抓凤金 抓凤金的疗程 粉红色巨塔 然后粉红色巨塔 上面的宝塔 就是子宫软钞 子宫正位 可以帮助子宫还有软钞 回归到他的位置 还有他周围的那些韧带啊 血管 微血管神经 可以 嗯 把他更新 一样 然后抓凤金 是回春最好的 他是 盆底肌 骨盆腔 的 调理 一样 也有抓隆金 for男性 所有的疗程都非常推荐 他有暖工作群 所有疗程都可以搭配暖工作群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 适合这样子清除骨盆腔 更新骨盆腔能量的疗程 所以欢迎下一次 来到罗东的话 欢迎你来 蓝天女孩工作室做疗程 然后呢 去罗东 也是 打吃 打喝 因为 狂体骑嘛 可以多吃250卡 yes 好开心 那 其实 我提供的疗程 还有这个节目的内容 最主要的使命 就是帮助每一个女生 可以开始发现自己的 自己的内在力量 内在声音 内在的能量 那 如果可以选刚刚听到的某一个东西 某一个方法 选一个来做 然后 如果觉得有效的话 你就会有更多的心心 下一次下一个周期来的时候 可以 试试看更多 最后我想要说的就是 如果 更年期 进入更年期的话 今期已经开始有点点不规律 跑来跑去的话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答案是非常长的一个答案 我 以后会有专门的更年期的一些 节目 主题 可以 那 如果更年期 已经开始发生了的话 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 跟着天上的月亮的灰影 跟着月亮的周期 比如说 新月 新月来了 OK 就假装这个是月经 然后休息 平躺 yes 然后现在是满月了 就让自己最high 最美丽 这样子 现在 月亮开始越来越暗了 在空中越来越暗了 OK 这个时候 嗯 就让自己轻松一点 善待自己 这样子 不要限制饮食 这样子的过生活 所以希望你可以 发现自己身体的节奏 绝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 然后利用自己的 生理周期的一个魔法 你可能会发现的就是你的月经 可能会越来越顺 或者是你会发现的 就是你会越来越有能量 精神越来越好 有精神去做事情的时候 那个能量 力量是源源不断的 然后需要休息的时候 也是好好的休息 呀 所以可以邀请你开始 这样子的来 规划你的一整个月 然后期待 你的周 你的周期的每一个阶段 希望这一期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期待下一次再见面 拜拜